男子杀人逃亡后 在杀戮一栋居民楼 二楼窗户冒出滚滚浓烟 一名劈头散发的年轻女子 站在窗边向外面呼救 房间内弥漫着汽油味 并燃起了大火 一名双手被绑的男子 倒在血泊中 女子被消防人员救出 重伤男子因灼烧窒息死亡 死者文某是长沙一家 科技公司老板 头天晚上 他的专职司机吴某 伙同朋友郭某等 共四人将文某及其女友绑架 勒索四百万元 在赎金的电话沟通中 公司会计将金额误听为四十万元 仅送来四十万现金 该犯罪团货拿到钱后 将文某中伤 在房内淋上汽油纵火离开 其女友装死逃过一劫 案发后 警方很快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三人均被依法定罪 而主犯郭某却一直在逃 十九年来 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追踪 通过调查得知 郭某犯下命案后 逃到了安徽宣城 伪造了林某平的身份 在当地生活 成了一名颇具成功的商人 身家数千万元 名下的大型KTV就有四家 他还涉足物流 娱乐等行业 2017年7月 郭某回长沙时被警方发现 当天凌晨 民警在越路区某酒店 将郭某抓获 被抓时郭某谎称自己是永州人 民警使用湖南永州话与郭某对话时 他却答不上来 民警拿了颗冰榜 用香坛口音问郭某 这句相应令郭某束手就擒 据《长沙晚报》报道 2018年5月8号 长沙市中院医生判处被告人郭某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新京报 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